看着眼前的台阶 看着台阶上方 大殿之门 深深一拜 方家后辈族人方浩 拜见一代老祖 他话语回荡时 黑色的大殿立刻出现了震动 那座雕刻了无数花纹印记的大殿之门 竟在这一刻 缓缓地开启 也正是在这一刻 祖地外东盛兴外 地九海上的仙门 在梵冬二的轰击下 缓缓地打开 随着无穷鲜光的释放 梵冬二的身体 在那鲜光的沐浴下 逐渐地晶莹剔透 一股圣洁之意 在他身上越发地强烈 他本就美丽 这一刻已然绝伦 四周的九海神界之羞 一个个神色更为明重 因为他们知道 最关键的时刻 有了期待 第九海上 仙门大开 无尽鲜光散出 将梵冬二笼罩在内 与此同时 大量的仙气 轰然爆发 全部钻入了梵冬二的体内 仙门开 开仙脉 这一刻一个人有多大的潜力 有多少的积累 都会在这一瞬 彻彻底底地爆发出来 开出的仙脉数量因人而异 因不同的底蕴而又不同 如丹鬼 他虽然在成为真仙的一刻 在这开仙脉中 没有什么进展 但他不一样 他是这个时代到来中 第一个真仙 如被九大山海认可 名字记录在仙台上 而以通仙腾成就真仙 虽然一样被九大山海认可 一样可以记录在仙台上 可却比之丹鬼这里 少了一些天地气云 可修行本就是逆天之事 争夺气云逆天而上 这是仙路 至于孟浩若是成就真仙 因他没有使用通仙藤 也不是在真仙园下的 被天地认可的真仙 所以他若成就真仙 将是霸道之仙 那是你认可也得认可 不认可也要认可的霸道真仙 第九海上仙气滔天 在所有人的关注下 樊东尔身上散发出璀璨之光 他的气息在这一瞬不断的崛起 轰然爆发 十脉 二十脉 三十脉 他的身上光芒越发的璀璨 四周有龙凤之影 惊天动地 四十脉 六十脉 八十脉 一路轰鸣 一路撼动所有关注之人 直至达到了九十脉后 举世瞩目 再次飞扬 九十一脉 九十三脉 最终他开出了九十六脉 震惊天 震惊地九山海 随着仙门的消散 随着樊东尔站在星空中 他感受着体内九十六条仙脉 同时迸发出的仙力 他能感受到这一刻的自己 才算脱胎换骨 比之前强大了 太多太多 他遥望星空 看向东盛 梦浩 我已真仙 施展九海仙爵后 可再增加一倍之力 你我之间 还要再战 希望你能跟随时代的脚步 几乎在樊东尔开了九十六脉的同时 东盛兴方界祖地 五中天内 梦浩收起青铜灯 脉步踏入了向他开启的 明宫大殿之门 走进了这自从一代老祖作画后 多少年来 再没有其他人到来过的明宫 在踏入进去的瞬间 梦浩看到了一片星空 繁星点点 星空里有一座山 山的四周 有四颗星辰环绕 山后还有一片星空之海 那是第九山 第九海 以及四大星辰 这就是大殿的棚顶 阵阵星光洒落 凝聚在下方的一个铺团上 那里坐着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影 他的面色如常 没有丝毫死亡的痕迹 可偏偏在他的身上存在了腐朽 仿佛一个坐在那里不知多少年的雕像 一动不动 穿着一身简单的长衫 戴着一个文式的帽子 盘膝打坐 嘴角戴着微笑 手中拿着一圈竹简 他的面前有一团星光 在身体外缓缓的 漂浮旋转 除此 在这大殿内还有一个单炉 此炉没有盖 能看到有一团七彩雾气在炉内弥漫 看不清具体 而在单炉的上方 这大殿里极为显眼的 则是一条龙 一条青铜铸造的龙 此龙身躯很长 环绕大殿的一根根柱子上 龙爪所抓的地方 墙壁都有碎裂 而龙尾隐藏在阴暗处 龙头则是从正中心的单炉上方垂下 正望着单炉 神色内有贪婪之意 仿佛张开口要去吞噬 活灵活现 就连龙铃也都极为真实 使得这青铜龙栩栩如生 甚至梦浩还看到 在此龙的身躯中有不少的位置 有碎开的鳞片 似乎身经百战 存在老伤 这一幕让孟浩呼吸急促 他有些不敢去相信 这真的是一条青铜铸造的龙 甚至在他的感觉 这仿佛是一只有血有肉的真龙 孟浩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 是因他在看到这青铜龙的瞬间 他体内的那条鲜脉剧烈的震动了 透露出无尽的渴望 仿佛要去吸收这青铜龙 孟浩迟疑了一下 没有轻举妄动 目光扫过大殿 先绕过丹炉来到了葡团上的中年男子面前 看着上方打坐的身影 此人与外面的雕像一模一样 一代老祖 孟浩喃喃望着眼前之人一股血脉上的波动 隐隐在他与这中年男子之间 似存在了共鸣 许久孟浩跪拜下来 向着中年男子磕头一拜 晚辈方浩 拜见老祖 孟浩声音至诚 他对方姐虽有怨气 可对于开创了整个家族的一代老祖 只有尊敬 一拜之后 孟浩起身 目光立刻就落在了一代老祖面前环绕的那团星光上 似乎在这星光里有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陨石 在看到这星光的瞬间 孟浩呼吸微微急促 他隐隐判断此物或许正是一面星辰变 孟浩尝试隔空去抓这团星光 可任凭他如何抓去 这团光都对他不理不睬 依旧环绕一代老祖的四周 孟浩略意沉引 没有去强行抓来 毕竟这团星光环绕一代老祖 若孟浩直接去抓 难免碰到一代老祖的尸身 这种大不敬的事情 他不会去做 退后几步 孟浩观察四周 片刻后身体飞起 重点地观察了一下 那条青铜龙的爪子所抓的地方 渐渐地他呼吸急促 神色内露出无法置信 半晌他身子落下 警惕地看着四周 内心起了 淘天大浪 他看出龙爪所抓的地方 是真的碎裂 不是雕刻出来的 且碎裂得很自然 仿佛曾经的某一天 是真的有一条龙抓在了墙壁上 孟浩深吸口气 看着那条青铜龙 他的脑海里慢慢浮现了一个画面 画面中安静的大殿里 有一条龙闯了进来 身躯在这大殿内散开 环绕在了一个个柱子上 他的爪子则是刺入墙壁内 龙头垂下带着贪婪 要将丹炉吞噬的瞬间 被一股力量波及 瞬间死亡 成为了青铜雕像 这一发现 让孟浩心惊 这民宫内古怪 孟浩眨了眨眼 看了看蒲团上的一带老祖 内心一动 走了过去后 背对着一带老祖坐下 等于是坐在了一带老祖 正对面的位置 看向大殿 这一看之下 孟浩头皮发麻 他发现这个位置 看那条青铜龙时 看到的是这条龙下巴 以及下半个身躯 仿佛自己若有能力 抬手一指 就可以让这条青铜龙暴毙 孟浩右手抬起 指了指后 起身一晃 顺着手指之前指向的位置 来到了青铜龙的下巴处 在那里仔细地观察之后 孟浩脑海嗡的一声 他几乎魂飞魄散 因为他看到 在这条青铜龙的下巴处 残存着一丝树法的不动 这是整条龙身 唯一还残存树法的位置 而之所以会如此 显然这条龙当年被施法 化作青铜的地方 正是这里 孟浩缓缓地起身 看着一代老祖的身影 口干舌燥 脸上挤出笑容 赶紧再次一拜 老祖 我可是方家的族人 是嫡系的独苗 独苗 您老人家懂吧 就是说 我若夭折了 嫡系就没了 您老人家大人大量 那个 我来这里 不是要打扰您 而是来这里获得传承 日后好为家族奉献呢 孟浩小心地开口 四周安静 片刻后孟浩赶紧退后 想了想 他目光落在了单炉上 迟疑起来 能让这条不知多强的龙 都掩热 要吞噬之物 必定是宝贝 这条龙不管如何 能闯入到这里 说明还是不弱的 哪怕不是在雾中天的时候进入 而是在一代老祖 还没有陨落的时候进来 可一代老祖 能让这条龙 留在自己的冥宫里 也说明 他很强大才是 他都渴望之物 孟浩心动了 纠结下 挣扎片刻 他抬起头 向着一代老祖 抱拳一拜 老祖 我的血脉 可是门关万丈 当之无愧 是如今方家的血脉第一人 这说明 我们爷俩是至亲 孟浩眨了眨眼 话语传出 凭咱们爷们的关系 您老人家若活着 看到我一定会很高兴 我这人性格也好 脾气也好 特别乖巧 特别听话 人人都很喜欢我 孟浩拍了拍胸口 大声说话 老祖 身为长辈 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后辈 尤其还是这么优秀的后辈 您一定特别开心 一定会给后辈一些赏赐是吧 别的我就不要了 这丹炉内的东西就给我吧 还有那一念星辰变 我来发扬光大吧 至于这条龙 我帮您收拾它 孟浩说着 一边为自己壮胆 一边狠狠的一咬牙 走到丹炉进前 看着那团七彩雾 他轻轻一吹 一吹之下 雾气散开 孟浩一眼就看到 在这丹炉里放着一个浴盘 盘子里有一滴七彩的液体 在看到这七彩液体的刹那 孟浩突然毛骨悚然 他身为丹道大师 尽管之前从没有见过这七彩液体 可在这一瞬 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这七彩液体不是修饰能吞下之物 这里面存在了一股惊人的阴子气息 更有狂暴 一旦吞下 必死无疑 可就在这时 他的橱袋内立刻传出轰鸣之声 似玉盒碎裂 大长老给他的那两枚 属于一代老祖的涅槃果 竟从橱袋内自行的飞出 争先恐后 直奔丹炉内的七彩液体而去 似乎第一个碰到这液体的涅槃果 将会复苏 这一幕太突然 孟浩猛地睁大了眼 看着那两枚涅槃果直奔丹炉而去 其中最前方的正是他废了无尽灵石 已经让其快要复苏的那一枚 孟浩脑海轰的一声 这一刻他立刻就意识到 这七彩灵液的作用不是吞噬 而是让涅槃果复苏 因此的气息代表了死亡 代表了寂灭 而涅槃果本身早已干枯 如同死亡一样 而它们之间的融合 仿佛是将因此达到了极致后 会出现生机 这生机就是涅槃果复苏 至于这七彩液体内的狂暴 对于涅槃果来说 一样是一种补充 是焕发生机的引导 孟浩心神震动 此刻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绝不能让那枚 被自己恢复了大半的涅槃果成功 那样的话 它就亏大了 几乎用了全部的力气 孟浩右手猛地抬起 一把抓住了那枚 几乎快要碰出七彩液体的涅槃果 在抓住的瞬间 另一枚孟浩这段日子始终没有去复苏的涅槃果 直奔灵液而去了 眨眼就碰到了一起 瞬间融合后 阵阵七彩之光刺目 浓密的七彩雾气 直接将单炉覆盖 孟浩手中的涅槃果 这才平静下来 一动不动 被孟浩一把扔入锄袋内 他退后几步 面色阴晴不定 他抬头看了一眼一代老祖 又看了看单炉内的七彩雾气 沉吟起来 明宫没有人来过 也就没有人知道 这单炉内的灵野 可以让涅槃果出现如此震动 这里是一代老祖的明宫 这两门涅槃果也是属于老祖之物 不知融合后 这涅槃果是否还能吞下 孟浩迟疑 看了眼单炉 可却看不到雾气内的具体 若还能吞下 我就赚大了 孟浩双眼刹那明亮 即便是无法吞下 少了一个涅槃果 也不是无法接受的 孟浩深吸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绪后 他抬起头 看向那条青铜龙 这一刻他再次看去 感觉上与之前大不一样 那贪婪的神情 似乎变成了恐惧 那张开大口 要吞噬丹炉的动作 则变成了仿佛被人将大口掰开 在死亡中滴落他的生命精华 那精华里 有他死亡时的恐惧 有他死亡中的疯狂 更有他死亡后 全身凝聚的因死之力 而这些逐渐的凝聚在一起 最终化作了一滴 蕴含了无尽因死 与狂暴的液体 从他口中落下 滴在了丹炉中的浴盘内 不知是不是错觉 随着涅槃果的融入 随着丹炉内的雾气弥漫 仿佛中断了某种法则 使得青铜龙的神情似乎又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仿佛是解脱一样 紧接着 这条青铜龙突然在身躯上出现了一道又一道的裂缝 这些裂缝眨眼扩散 弥漫全身后 这条龙居然在孟浩的眼中慢慢的消散了 孟浩愣了一下 深吸口气 退后几步 他亲眼看到 这条青铜龙的身躯在消散后形成了一股烟丝 这烟丝维持龙的形状 在这民工大殿内缓缓地游走 在靠近孟浩时 那烟丝形成的龙头 似乎深深地看了孟浩一眼 目中露出了感激 随后向着孟浩的身体一头撞来 在碰触孟浩身体的刹那 这烟丝形成的龙头 直接融入了孟浩的体内 化作了一股仙气 直奔孟浩的仙脉而去 感谢观看